大家吉祥 这一次纽奥青年的会议 可以说大家发心 集体创作 能够有这样的姻缘 可以讲非常非常殊胜 因为有会议 所以大家可以彼此沟通 可以彼此做交流 可以说在佛教青年 这个层面的发展 会更上一层楼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智慧与创新 现在我们都常常讲 要创新创新 当然创新也非常好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它的基础就是在于智慧 因为佛教所讲的智慧 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度彼岸 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 能够让我们去除烦恼 所以透过智慧 让我们成就玻璃 在玻璃的光明之下 我们可以身心自在 我们可以心快乐 解脱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依靠的地方 所以能够从智慧里面 找到它的依靠处 所以我们在创新上 才有一个着力点 所以不管任何的活动 不管任何的创新 我想都是以佛法为本 让大家有因缘 进到佛门里面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也透过佛法的体认 透过佛法的修行 让我们身能够跟做好事来相应 能够跟口说好话来相应 可以跟心存善念来做相应 所以这个也是佛法的传承 所以我也常讲 佛教的希望 就是在于青年 青年有了佛法的传承之后 我想对你来讲 未来来说 可以讲帮助很大 因为我们有了道德的基础 我们有了佛法的依靠 可以让我们不管是 不管是家庭 不管是工作 不管是人与人之间 人与世之间 都能够更加的圆满 更加的和谐 因为我们有佛法 让我们可以忍辱 包容 慈悲 平等 乃至布施精进 禅定 能够跟智慧来相应 所以只要依智慧 作为基础 我想任何一种创新 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发心 让我们纽奥的青年 可以透过这次的会议 可以透过这次的会议 更上一层楼 大家一天 比一天进步 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所以几句 跟大家共勉 也祝福大家这次的会议 能够圆满 大家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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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